她一直在 一直都是 就是很谢谢她 就是这么的用心带领我们 护理这条路 有位影响她最深远的人 一直觉得说 有一天她可以还跟我们一起 当年带她的立华阿长 罹患肺腺癌 从发现到离开 短短一年多 在迷流的时候 我告诉她说 我一定会好好 就是在护理工作 我这条路上 就是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做 面对高压的护理工作 总是战战兢兢 不敢松懈 原则没有把握好 就很容易会走错方向 那我本身就很严肃 就是我不笑的时候 其实会吓到很多人 立凌 多来看一下 病人跟家属的 这个样的一个状况 三年前转调台中慈愿 不苟言笑的一号表情 加上做事要求严格 跟同仁磨合好一段时间 一路走来就是从什么都不懂 然后到现在有点了解 它为什么之前会这么严格 就是也是希望我们可以 可以恪守自己的指责 怎么了 不要来不要脸 变来变去啊 可能是 在家的也是吗 埋藏在冷库外表下着柔情 总会在面对患者时卸下 微笑是最好的良药 心情保持它比较愉快一段 这样你治疗比较快好 刘慧玲把患者当亲人对待 因为她的妈妈曾经罹患子宫颈癌 当时她也是无助的家属 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做症病 只知道妈妈在那边 看到她就是住在医院里面 她又很心疼我们 然后那个过程中会觉得 就是韩国号是吃群马一样 还在努力走 我还在努力走 是